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共产党北年花旦之际, 我仅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和广大民间会员, 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以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霹雳的大事变, 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及命运, 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世界发展的格局与趋势, 北年征用岁月,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摩幸福, 为中华民族摩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坚定理想, 欲学奋斗, 开拓进取, 书写了永在史册的光辉篇章。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胜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历史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忠心用户, 勇于自我革命, 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包括民间在内各民主党派的历史选择。 更是在新时代, 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民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 探索改革路,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近年来, 民间认真落实实行三号要求,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不忘合作出心, 继续携手前进, 积极参与定点扶贫和对口开展脱贫攻坚, 民主建都, 全力投身抗击新冠费减疫情, 围绕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等重大问题, 建员现策, 切实履行参政党智能, 会的建设和工作取得新成绩。 回望历史, 我们切身感受到, 民间能够不断成长进步, 有新的成就, 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始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回望历史, 我们深切领悟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 我们坚信, 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全国各种人民,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公宠为智, 耶广为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 民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 图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的新篇章。